哈喽大家好我是莉莉 现在我们在重庆市 现在我们已经开车来到了这边的一个旅游区了 叫做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不过呢我们是中途在这边歇息 然后吃个午饭 等一下还得继续往前面去赶 给大家看一下这周边的环境吧 这旁边有一条江叫做乌江 这个乌江一直顺延 基本上就是穿过重庆市的 这边呢有一个旅游区 叫做武隆喀斯特旅游区 周围都是山啊 其实开这一条国道还是蛮舒服的 然后我们等一下吃完饭之后 还得继续沿着这边江边一直开 其他姐姐正在吃饭了 我们买了个电饭包 然后刚才开车的时候就一边开车一边煮饭嘛 现在电饭包已经把饭煮好了 今天是什么菜呢给大家看一下 就蒸了个鸡蛋 蒸了两个鸡蛋 然后还有两个西红柿 那个米呢就放了两小杯的米 刚刚好这里的饭就是两个人的饭了 两个人的份量了 这就是我们的车啦 然后刚刚姐姐已经把这个天幕给拉开了 现在是下午一点钟的太阳 嗯 有点炽热 我们往江边走的去转转吧 这个江边应该是下不去 不过这里有个口可以再看一下 旁边有一辆轿车奥迪 刚刚停了蛮久了 应该是这边这位大哥的吧 这是过来游泳吗 刚刚那两位大哥也是重庆人 不过是过来这边旅游转一转玩一玩 周边游嘛 我们停的这个地方 算是一个中间的休息站吧 然后前面呢这边有一个洗手间 旁边这边有一个停车场 大概是这么个情况 好了姐姐吃完饭了 到我吃了 简简单单 路上饭菜就是这样子的 剩了一半的那个蛋 是蒸蛋 这个车载电饭包还行吧 我们买的时候网上买八十多块钱 不过呢 他说是半个小时就能蒸好 实际上我们用的话 大概要持续四十到五十多分钟 才可以煮好这个米饭 这个米饭还是我们在那个凤凰古城那边买的哦 这个地方还挺好的 我们挺幸运的来到了一个公共厕所还能充电 不一样的话等一下我们就很麻烦 用那个点烟器冲出来的电会很慢很慢 然后手机也快没电了 那到时候导航呢就没办法导航 那就没办法往前走 所以就停下来充电 嗯 姐姐说今晚如果说这边公共厕所有电 然后也有水 那他想就不想走了 就今晚就在这边露营 嗯 好吧 老实说我不太想啦 我已经露营了两天了 我想去住酒店住宾馆住情侣 嗯 我跟姐姐的分歧点不一样 就我比较 青睐的方式是比较舒服一点的旅游 然后姐姐呢她就喜欢露营 清净大自然 我呢虽然可以清净大自然吧 但是到了晚上我还是希望住到一个四面都是墙的房子里 而不是在车里或者直接搭帐篷 对 这东西摆在这 我们通常会把这个电板包放在这里 然后点烟器插上 之后就可以在这做饭了 等到找到一个休息站就可以停下来就可以吃饭 这样子相对来说比较方便 大家看这个乌江的水还蛮清澈的 碧绿色的清澈见底 估计有不少人曾经来过这边游泳 有点热啊 重庆这边真的蛮热的 昨天晚上我们露营在 洪杜镇的河对岸的话 那边其实温度就蛮高了 晚上的温度达到了二十二三十度 哇蛮热的 所以昨晚我们就没有盖被子 就直接只睡了 自己盖个睡袋 套个睡袋就能睡 晚上是挺好的 但是白天非常非常热 这边的周月温差还蛮大的 我感觉重庆还是蛮大的 接下来可能一天只走一百多公里的话 那我跟姐姐起码也要走个三四天才能走出重庆 嗯 哎呦真的是 不想说 我现在越来越烦躁了 越来越烦躁了 其实很多网友说啊 莉莉你还是回深圳上班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看最近的新闻啊 深圳现在疫情非常严重嘛 整个市的小区全部都封闭起来 然后去做核酸 嗯上班下班地铁口排队进站 然后做核酸 特别麻烦特别麻烦 现在去找工作其实也不算是一个好时机吧 另外的话如果说找工作的话 也不一定非得要去深圳 虽然我可能第一选择还是去深圳 但是目前为止我还是想 去工作之前我想去一趟新疆 去一趟云南 对 嗯 不过好像目前现在选择的方式 有点 没有那么符合预料 当中 对 现在我们不是自家游嘛 每天只开一百多公里 顶多开到了一百七十一百八十公里一次 一天啊 那什么时候才能去到新疆 有点 现在我越来越烦躁了 再加上路上的时候 时不时会跟姐姐搬个嘴 嗯 然后突然之间哎呀脾气又不好了 然后心情也不爽 所以就更加了 有点心烦 对 具体因为什么半嘴 我也不想跟大家细说 一般像这种事情 我也不喜欢跟着镜头的大家说 网友虽然只能说 经常关注我视频 但是当我说出来这一件事情 可能只代表我个人片面的看法 并不能代表全部 所以可能屏幕前的大家 可能就会依照自己的判断 又去下定论了 这样子又不太公平 对不对 所以呢 这种私人的事情 我就不跟大家多说了 我只跟大家说了一件事情 那就是什么呢 这两天心情不太好 越来越烦躁 嗯 就是这样子 我都不知道这一趟自驾游 能不能再继续坚持下去 可能半路我就跑路了吧 是这样子的 其实出发之前 我就跟姐姐说过 我说万一那半路我就去 找了个地方 我就去上班了呢 她说那没事 反正就算我半路跑路了 她也一直会继续自驾游 所以实际上我存在的因素 不算很大了 我的作用力 就算我中途 我不自驾游了 我自己去坐火车旅行啊 坐飞机去旅行啊 都没所谓 姐姐还是会继续自驾游 好了 不叹气了 然后我等一下要休息一下 还要跑到洗手间去看一下充电充得怎么样了 这一期视频就先更新到这里吧 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我的频道 好点个关注不迷路哦 也希望大家今天能够依旧吃好喝好早点休息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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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